學生們現在可擔心了填志願的事情 我們看到首屆國中會考成績公布了 也開放網路選填志願 不過學生說就算知道了成績 卻不知道錄取哪所學校 要怎麼填志願真的是好痛苦喔 有學生就說呢 以往基策各校都會公布最低的錄取分數 考生可以依基策的分數 大概呢知道是錄取哪所學校 但是改成這個會考之後 是不知道可以念什麼學校 只知道大概的範圍 那不知道自己是前面還是後面 怕了就怕高分低就 那麼主辦的嘉義區免施入選事務的 嘉義高商則是建議大家 說學生們只要將理想的志願 填在前面那就對了 越前面的志願分數給越高 才能夠避免高分低就